韩思的 1 2 3 1 2 3 好 祝各位聖誕快樂 好多謝大家在27日假期的時間 大家都應該是正常 可能二十七日都有活動 但也抽時間來到 今天去聽我 還有方治人和梁美生博士的分享 我想關於今天的題目是關於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或者是關於我們居於或是生於香港 我們怎樣了解香港城市發展的未來 應該這樣去講 這個題目很大很闊 其實如果要去談的話 可能可以講三四五個小時未必講完 但我想希望透過未來大概十分鐘內的時間 去和大家回顧一下 我由我在香港主權移交前的一年出生 到現在我二十歲 對待我在過去的求學生涯到現在大學三年級 我怎樣了解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轉變 以及政治氣氛的改變 我記得在小學的時候 我不知道在香港讀書的時候 在小學的時候 去到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這個今日常識新領域的常識書 就會去教我們關於香港的政治制度 當然你在小學的時候 學學當然複雜極有限 大家也會硬要我們記住 一國兩制保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或者他們會跟我們說 香港是崇尚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 當然去到今天 三權分立已經變成一個在學術 或者政治領域上面 好像都頗有爭議的一個討論的致詞 到底香港是否是三權分立 還是行政主路呢 但是估計論如何都好 我記得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 我那時對政治當然也不會有什麼興趣 那時其實都是小學常識科對我來說 就沒有啊 總之考試要記就記 背就背 為什麼沒有分試 想入一間好少少的中學 所以我記得香港是三權分立的司法獨立 然後香港自古以來都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這個都是常識書裡面教我們的東西 在同一年的時候也有這個北京奧運 在北京奧運的時候很記得學校裡面 不知為什麼我的同學 突然的筆袋都轉了入福娃那些筆袋 然後那時候其實 其實奧運也有看的 冰箱球、排球也有看的 但是福娃就 我經常覺得那五個東西 其實都純設計美學上也不太好 你知道那些北京奧運的紀念品 也買到非常貴 那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去換成北京奧運的福娃不得袋 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你問我在小學的時候 對於國民身份認同 或者香港人的理解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 這些就常識書寄了 然後老師也教我們香港是自古以來中國 即是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當然對於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中華民國 或者對於中國是指誰打誰 對於政權、主權問題 當然就是小學不會探討 而第三就是 在2008年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香港人 叫做愛國情侶最高的時候 我就是小學 高小的時候就是這樣大 去到初小的時候 不是初中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就開始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探討 因為當時開始有生活及社會科 然後上課的時候 老師也會問一個問題 或者其實民調都會說 就是 到底你是中國的香港人 香港的中國人 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然後你就要在這四個選項裡面去選擇 然後選擇完之後又會去老師跟你說 其實這四個選項 各有各的意思是怎樣 當然對於初中 我記得那時中一中二 即是你叫我去說 到底香港的中國人 和中國的香港人 即是你將人字 調去整個phrase裡面不同的位置 到底是有什麼含意 其實我那時都沒有了解 但是我記得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都慢慢意識到 對於香港人來說 大家的身份的認同 從來是一個在政治領域上爭論的地方 而這一點也導致到 之後有很多不同的風波 或者爭議的發生 甚至港大民調去做這些報道 或者評價的時候 都會引來一些反彈 但是我會覺得其實 你說香港人的真正 身份認同的轉捩點 我會覺得都是來自近幾年的政治事件 我想無論是 反對國民教育的運動 或者與性的運動 因為大體來說 其實大家會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當學校跟你說 香港是中國永遠 自古以來 從今以後都不能夠分離的一部分 而基本上每個香港人都是中國人 這種官方的主流論述 都慢慢散播出去的時候 大家都會意識到 好像為什麼跟現實有點差距 舉個例子 在2014年的時候 我也是18歲 我是在雨傘運動的時候18歲 我當時在想 關於18歲的時候 有成人身份證了 到底是不是要逐一張港澳居民 來往內地通行證 簡稱回鄉證 當然回鄉證這個字 相對沒有那麼忠誠 但是同期我聽到的是 我的戰友他們嘗試去北京表達意見的時候 換來的是從此列入黑名單 到了在學生會裡面一些 可能我今天說的名字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是誰的學生會成員 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申請匯鄉證 即是不讓他們申請 即是申請完之後 就說不獲批核 或不獲批准 然後我們會看到的是 就算很多二、三線 可能只是以前派單章 甚至沒有參加過一家公民抗名的義工 在學民思潮裡面 他們會因為這樣而回不了大陸 而去不了澳門 入不了中國大陸境內 然後立即遣返回香港 當然說到香港人的身份證明問題 大家都一定會說 關於政制的問題 文化的衝突 或者是青年向上流動的問題 那些我都不詳細去說 因為可能大家都基本上大概知道什麼事 例如對於 如果是民主派的群眾來說 都會覺得 香港人普選等了二十年 課不對辦 當然建制派講法 其實2015年的政改 都是普選來的 不過你們覺得不是 但那個討論就不在這裡展開 但我覺得歸因舊單問題 就是為什麼在近幾年裡面 由我小學的時候 然後說的是 香港是中國自古以來 從今以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我中學的時候 開始有一個 身份認同的爭議 在那個時候 還會有 在六四的八九學運的 觸國萬會裡面 說到底香港人是愛國 還是不愛國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去到今天 基本上 大體的青年 你會看到 由民調顯示 到整個社會風氣 對於青年一代來說 都是很想和中國保持距離 歸根救的原因就是 當這個國家 希望我們去認識他的事 其實這個國家 根本就不讓我們有這個 認識他的機會 我們連入都進不去 你叫我們怎麼認識 這個所謂的中國大陸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現在 為什麼大家會看到 這麼多所謂的本土思潮 當然近幾個月 自從梁頌祥偉晶 入了立法會 成為民選議員 但是 在迅速 一兩個月的情況之下 就被法院裁定取消資格 都會令到本土派的內部 整個派系的發展 或者內部的討論 對他們整個政治的光譜定位 都會有很大的路線修正 但是 我覺得 官物論如何都好 其實我覺得現在香港面對的一個問題 就是 青年世代 其實對於一國兩制 失去信心 當然 官方的主流論述 就會跟我們說 香港人一定是中國人 而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裡面 你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在 法理上 道德上 都會受到一個 可能是親中陣營的批評 甚至是譴責 但我覺得歸經究底 一個很大路 其實 政府 或者是 建制陣營要答的問題 就是 當青年世代 或者所謂香港的未來 你 特別是 中產 專業人士 或者是高學歷的一輩 可能對於抗拒中國的情緒 越來越大的時候 到底怎樣能夠增加大家對於一國兩制的信心 這個不是我或者在座各位同學要答的問題 而是在一個城市裡面執政掌權 擁有公權力的政治人物 特別是歌功頌德地去擁護愛大一國兩制的政治人物 其實真的要回答的問題 因為當他們都提供不到一個答案 令到我們這一代的人 可能對於香港的前途 對於一國兩制重新有信心的時候 其實 青年世代對於一國兩制 慢慢產生距離 是意料之內 所以為什麼 由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之後 很多人都會問我 黃之鋒你會不會再申請回鄉證 在18歲之後 我當時的說法就是 好老實說 經過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 我是不會再申請回鄉證 或者這個所謂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的通行證 因為對我來說 我相信就算我有機會拿到一張回鄉證 我進入中國大陸境內 都少不免會面對 被監視 可能是被跟蹤 或者籠統一點說 被中國的官員撤關著 而如果我在中國大陸境內 是沒有一個基本的人身自由 或者人身安全 或者我覺得現在的政權 給不了這個保證的時候 我當然也免得進去 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 其實我的理解是 青年一代所說的那種抗宗的情緒 本質上大家並不抗拒 在一個中華文化的背景之下 成為一個華人 但是大家對於中國人 這三個字的身份抗拒 是不斷增加的 原因是 你做一個華人的話 我們在說的是一個所謂的中華文化 但是你做中國人 你在說的是 就是面對一個我們理解為 黨國不分 一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國家的發展 都是被一黨專政 或一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 是去定奪了這個國家的身份認同 定奪了這個國家的價值 而大體來說 這個政權也不是人民授權 而對於人民 或者對於香港年輕一代的距離感 越來越大的時候 也怪不得 大家對於中國人這個身份 的抗拒是越來越大 當然一說到很多人說 自己不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 就是亡因負義 這個國家 十三億人 你看到這個大國 你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簡直是非常可知 你會受到很多媒體的批評 譴責 萬罵 攻擊 但是那個關鍵是 修補裂痕 或者解決現在 一國兩制 被青年人 或者對我來說 已經定成為失敗的時候 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這一個並不是我們這一輩的贊入 而是掌權的人 他們要當勿之急處理的問題 好了 那對青年一代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呢 當然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關鍵就是面對著香港未來發展的問題 很多建制派會說 香港二次前途問題 只是一個空中流角 並不是一個需要疏離的問題 但是對我來說 當中英聯合聲明說 香港一國兩制 是會有五十年不變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之後 到底香港的未來 會何去何從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必需要處理的問題 而作為年輕一代 大家坐在這裏的同學應該都是九十後 而大家去到二零四七年的時候 就剛剛去到人道中年大約五十幾歲的時候 而去到那個時候 普遍也是一個社會裡面 最能夠掌握資源 在各個領域或界面最有影響力的一個 在自己試圖 或者事業上面最影響力的高峰位置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可能上一輩 特別是親中陣營的朋友 他們要思考的是如何處理一國兩制 還是被年輕人定性為每方月下的情況 而對我們來說 不論香港之後是一國兩制 還是在二零四七年之後 會變成是一國一制 或者一個名為一國兩制 實為一國一制的政體也好 主權憲法的爭議還有很多 但我覺得關鍵的是 對我們一班大學生 或者對於大家 可能在海外英國的名牌大學 去讀書 在海外發展也好 回來香港也好 都會是所屬行業 或者界別裡面的社會精英 或者專業人士 大家能夠如何把握自己有的能力 以及自己有的信念 可以在香港未來發展 特別是邁向著我們二零四七二次前途問題的時候 能夠讓香港人有一個民主的方式 去決定香港人未來的機會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些思考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